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能保国家之长久 而且帝王的寿命也是很长的 例如姚帝活到116岁 在位98年 他的仁德可比上天 他的智慧可比神灵 接近他就能感到像太阳般的温暖 仰望他就好像是高洁的白云 他富有而不娇奢 尊贵而不放重 有一天姚帝下乡去巡视 刚好看到两个人犯罪 正被押送 姚帝马上就跑过去问 你们两个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犯错 这两个人就说 因为上天久旱不语 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家里的父母也都没东西吃 所以我们只好去偷人家的东西 姚帝一听完 马上就跟士兵说 你们把他们两个放了 把我关起来 士兵一听都愣住了 怎么可以把君王关起来呢 姚帝就说 我犯了两大过失 他们并没有罪 一是我没有把子民叫好 所以他们会偷人家的东西 二是我没有德行 所以上天久旱不语 这两件事都是我的过失 姚帝内心发出至诚的反省 马上感动天地 当场雨就下起来了 姚帝将地位传给了顺王 顺王也非常长寿 61岁接替姚 登上地位39年 也活到一百多岁 帝王的寿命长 就会国泰民安 姚帝过世时 天下百姓 三年受伤 四方音乐不举 百姓没有饮酒作乐的 龙旁接着又说 你今天用财太浪费 杀人不眨眼 人心已经散乱 这样下去 国家很容易灭亡 希望你能好好的改一改 但是夏节不肯听 还非常生气 龙旁劝谏后 仍然站在朝堂上不动 夏节大怒 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 龙旁劝谏无效 反被暴君夏节 斩首 夏节有天 把天下所有的男人 把天下所有的男人抓来当劳力 刀山穿道 花费很多时间和人力 他住了九朝 大的可以放船 无度奢侈 无论谁劝谏他 都被他杀害 龙旁是最后一个劝谏 龙旁是最后一个劝谏 希望他能回头的人 但事与愿违 没有挽救夏节 结果第二年 夏节被商君活捉 又放到南朝停山后 忧愤而死 从此以后 中国历史进入了商朝的统治时期 我们中国历史上呀 有很多朝代 这些朝代呀 有很多的君主 国王 皇帝 那么 开国之君 往往 他的心里边呀 都惦记着天下的百姓 是为了天下的百姓 而去啊 努力的 为天下的百姓 幸福 安宁 而去啊 奋斗的 所以呢 无论是建国时期 还是呀 统治时期 他们都 特别的在意 老百姓 所思所想 都是为老百姓考虑 所以呢 他们呀 能够建国 能够呀 把国家 传承下去 那么 随着 时间的流逝 后来 继位的这些 国君 皇帝 往往 没有经历过 困难时期 往往 不知道啊 作为国王 作为皇帝 他们 是靠自己的福德 而成为 统治者的 如果没有福德 那么这些 权威 慢慢啊 就上市了 那么福德 是怎么来的呢 福德呀 就是为 他人 作想 事事为 他人 利益 考虑 这是福德 所以呢 后世的国君 不懂得 这个道理 即使 懂得 这个道理 也 不按 这个做 往往 按照 自己的 想法 为 自私自利 为自己 享受 而使天下 百姓 受苦 那么福德呀 日渐 权威 不久 就会 上市 所以 一个 朝代的 灭亡 是因为 统治者 走向了 反面 走向了 自私自利 从 开国 皇帝的 为他人 作响 时时刻刻 以老百姓 为孽 而转向为 时时刻刻 为自己 作响 时时刻刻呢 欺压 老百姓 压榨 老百姓 伤害 老百姓 那么 开国 皇帝的 做法 是 增长 福德 培养 道德 那么 灭国的 这些老百姓 这些皇帝呢 他们的 做法 往往是 上市 道德 上市 福德 逐渐呀 落落 这么一条路 所以 我们 古人 经常说 老百姓 比喻为 大海 比喻为 水 说 水能宰舟 亦能 复舟 我们呀 时时刻刻 为老百姓 作响 老百姓 就拥护 因为老百姓 得到利益了 他们一定 会拥护的 如果呢 管理者 不为老百姓 作响 为自己 作响了 老百姓 没有得到利益 老百姓 受到伤害 那么老百姓呢 就不满意 统治者 种种 做法 那么统治者呢 必定呀 上市 道德 上市福德 上市老百姓的拥护 最终呀 失去政权 可见 国家的治理 国家的治理 和道德 建设 它是一致的 用英国报应原理 用五届十善标准 为指导 处理国家治理的问题 完全符合呀 自然规律 完全符合 过去的历史经验教学 完全符合 大众的期望 所以呢 我们呀 要向尧顺 这些圣贤学习 向尧帝 他呀 看到两个人犯错 要问 为什么犯错 是因为 上天酒汗不语 没有东西吃 家里的父母 也没有东西吃 所以只好去偷 人家的东西 那么尧顺 就自责不已 认为是自己 犯了错了 自己犯了罪了 不是老百姓犯错了 一个呢 是自己没有教化 一个呢 自己德行不够 你想想 如果我们所有的统治者 都这样子为人民作响 人民哪里还不会拥护呢 相反 像夏捷这样的 暴君 末代皇帝 反而是征召全国老百姓 为他自己的享受 而去啊 做种种的建筑 一旦心里不满意 又把老百姓杀害 把大臣杀害 所以呢 他丢失国家 丢失统治 最后被流放 自己忧愤而死 这是必然的 像尧顺这样的 圣君 时时刻刻都关注老百姓 时时刻刻都以别人为念 那么他呀 就是养德呀 基辅呀 不仅老百姓 受益 而且自己呢 受命也很长久啊 这都是福德的表现 像夏捷 早早就死亡 这是福德衰败 道德减少 至深堕落 必然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看啊 历史上很多的经验教学 很多的 国王啊 皇帝啊 他们的经历 我们看了就知道 他的根本原理 就在于一刻 那就是呀 他的指导思想 是否是时时刻刻 为别人作想 还是时时刻刻 以自私自利 为目的 这是呀 他的根本区别所在 按照 善的标准来 管理国家 治理国家 建立国家 那么呢 这个国家呀 就能够建成 管理好 建成好 如果呢 是以自私自利 为制造思想 那么这个国家呀 那就建不好 管不好 就会出问题 所以 我们呀 把因果原理 和五戒十三 作为我们的 指导思想 用于 国家管理 社会管理 那么呀 一定 能够管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